車尾 車尾 你其實可以看一下它皮肉身下面都會有這個環保標章 那就會有1-6號 那你就可以拿去城市環保店去回收 其實紙類你要拿去城市環保店之前 要把它先這樣壓扁 然後它們又會分成紙箱類 就像這種瓦刃紙 然後它會分成這種紙類 就是基本上它平常裡面都會是白色 然後你就這樣把它壓扁就可以拿去回收囉 其實現在因為網購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會收到很多像這樣的包材 但這樣的包材是沒有辦法被回收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們可以重複利用它 或者是尋找就是有在收這種包材的店家 然後可以寄給它們 讓它們出貨的時候可以再重複使用